各位学员,大家好 从这节目开始,我们给大家讲一讲安全工具专题系列中NMAP这款网络扫描工具的使用 这个专题主要包含以下的内容 首先给大家介绍一下网络扫描的相关概念和NMAP的作用 第二,介绍NMAP的相关概念,演示简单的安装过程 第三,列举NMAP的主要参数,介绍相关参数 第四,实力演示NMAP的常用扫描技巧 最后给大家介绍一下使用NMAP的脚本扫描功能 这个专题的课程,适用了学习对象为信息安全技术的初学者 那么在这里给大家建议三点的学习方法 首先第一点,熟记NMAP的主要参数,这也是我们使用这款工具的基础 第二,学习OSI模型的相关知识 深刻的理解下扫描的真正含义和其中的原理 最后,在允许的条件下,希望大家多做扫描的练习 总结分析扫描的方法和结果 在这里,首先给大家讲一讲什么是网络扫描 从网络扫描的定义来看 就是通过主动发送相关的数据包进行网络探测 识别分析返回的信息 用于确认网络目标的相关特征 那么在这里,我们可以向我们需要扫描的网络目标 发送一些特定的或者说具有特殊功能的一些数据包 通过目标对这些数据包的返回的信息 我们从中识别分析 用于确认目标 比如使用了什么样的操作系统 运行了哪些服务 打开了哪些端口 或者说具备一些其他的什么样的特征 那么我们为什么要做网络扫描 网络扫描是安全测试中信息收集的一部分 主动探测收集目标的信息 为后续的漏洞分析和利用做准备 在安全测试的整个流程之中 如果需要对目标进行一些漏洞分析和利用 那么首先我们要知道目标具备哪些漏洞 或者说它当前的运行状态是什么样的 那么这个时候主动探测的一种方法 就是通过我们使用工具进行网络扫描 那么NMAP在网络扫描中的这个过程当中 具备了哪些作用呢 首先第一点查看存活主机 也就是说我们扫描一个目标的网络 那么目标网络之中 哪些IP地址的主机是开启状态 哪些是关闭状态 首先这个我们在扫描之中 就可以获得这样的一个结果 第二扫描目标主机开放的端口 那么这个功能也是我们刚才所提到的 如果要对某一个网络目标进行一些漏洞的分析和利用 我们首先要知道它开放了哪些端口 运行了哪些服务 这样才可以进一步的做接下来的一些分析工作 第三 鉴别安全过滤机制 这个功能也就是NMAP可以帮助我们 鉴别一下目标网络 是否存在一些IDS或者说IPS这样的一些安全设备 或者说它是否采取了一些防止扫描 防止发送某些特定数据包 过滤发送某些特定的数据包 这样的一些功能或者说一些机制 第四 识别目标主机的操作系统 那么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功能 如果要对目标主机进行一定的漏洞利用 那么我们最基础的就是要知道 目标主机上运行了哪种或者说哪个类型的操作系统 甚至它的版本 它的特征等等 第五 查看目标主机服务的版本信息 我们在这里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如果我们扫描的目标主机是一台外部服务器 这台服务器上运行的是IIS还是APAC 它的MySQL或者说SQL Server使用了什么样的版本 那么我们可以通过NMAP的扫描功能 获得这样的一些版本信息 在后续的漏洞分析或者利用当中 有针对的去进行一些利用工作 那么在最后NMAP给大家提供了很多 用于网络扫描的一些脚本 那么这些脚本是事先编好的 可以通过这样的脚本 进行一些简单漏洞的扫描 或者说实现一些特殊的一些扫描的一些功能 给大家布置一些客户作业 首先第一 自己学习一下OSI的相关知识 理解一下网络扫描的一些原理 第二 希望大家在课后自行查阅一些 有关更多NMAP的一些信息 自己去学习或理解一下NMAP 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网络扫描工具 好的 第一节课我们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的观看 再见